好 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下他的另外一个国式 就是因为他是折线 所以我想做一点折线的修改 接下来因为这张图里面就只有一条线 其实会让别人感觉就是太细了 所以你如何把这条比较细的线变得比较粗 好 那他是放在这个地方 他放在行 他放在行 好 例如说这个行里面比较宽度稍微设大一点 有设比较粗 那其实我重点是要介绍标记 把标记他现在是关起来的 所以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他的这个圆点 因为有些人他会设其他不同的形状 有别于就是其他软体画出来的统计图表 那在这个地方我假设还是使用圆点 好 所以是不是就产生了这样子一个值 这样子的一个圆点走势 那你会发现就是这边的间距 这边的间距好像比这边间距来的小 你看这边间距是不是很大 这个间距的大小是跟斜率有关系的 好 那就是维积分在讲的事情了 那提供给你参考 但是最常被人家所使用的就是资料标签 就是那既然这么少就一条线嘛 干脆就显示能显示数值就显示数值 所以资料标签可以呈现在这边 那如果你要在这边呈现资料标签 第三个刚刚介绍完了这个标记 行标记第三个介绍是资料标签 资料标签建议这个字也要有基本的大小 例如说12所以针对这个资料标签值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用Areal然后12 可是它的一个单位我个人是不喜欢使用 就是不要用什么百万 好那这边值小数位数是零 因为人数没有什么点几的嘛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这样子的话不好 最好只有三位一撇 三位一撇比较方便让我们来去观看 所以重点三位一撇不是在这边设定 你要选到这个人口数小计 然后人口数小计的三位一撇 你看是不是就多了这个三位一撇 请你们稍微注意哦 三位一撇是跟函数有关系的 是跟栏位名称有关系的 而不是在这个视觉化图标里面的格式设定 所以这点要请各位稍微区分一下 好请你们动手做成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就要准备去写那个智慧描述了